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刑事法庭应该是捍卫暴力案件当中受害者权利的最后堡垒 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天经地义的拥有在法庭上控诉那些罪行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并且请求严惩凶手的权利 而世界上真的只有这样的主审法官居然担心被害人的这项权利会对凶手造成伤害 然后一起恶性案件的审判就开始往诡异的方向发展了下去 大家好,我是Jason 今天让我们来了解这样一起让人血压飙升的真实案件故事吧 1982年,在美国的马里兰州生活着一名叫做Stephanie Roper的22岁女孩 她来自一个幸福又快乐的中产大家庭 父亲是一名海军军官,母亲则全职在家 照顾包括Stephanie在内的5个孩子 没错,这对夫妇有三女两男5个子女 而Stephanie作为年龄最大的那一个 自然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就成为了母亲最得力的助手 她关心并且照顾着四个弟弟妹妹们 这一家人之间浓烈的亲情和羁绊 让周围的亲友们都羡慕不已 Stephanie本人也因为身上那股温柔又善良的大姐姐气质 而备受朋友们的信赖,还有长辈的喜爱 不仅如此,她也有着非常突出的艺术天赋 在佛罗斯特堡州立大学攻读艺术专业的四年间 她的绘画作品就多次和其他的艺术家们一起参加过展览 可以说在艺术这条道路上 Stephanie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的 很快的时间就来到了1982年的3月底 大学开始放春假 Stephanie也和之前那些假期一样返回了家乡和父母团聚 几周的假期结束之后 她将会返回校园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 然后进入人生新的阶段 4月2号的这天 她约了自己从童年到高中毕业为止 都非常亲密的好友Lisa一起出去玩 在离开家之前 Stephanie和母亲说 自己晚上可能就会住在Lisa家里过夜了 因为这两个女孩从童年时开始 就经常到对方的家里玩和留宿 所以两家的父母呢 对这种事情也感觉很正常 于是Stephanie就和Lisa开车进了城 开心地进行了一个白天的购物之后 她们又携手走进了酒吧 当她们返回Lisa家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的三点多了 此时两个女孩都因为之前尽情跳舞而感觉全身酸软 本来按照原定的计划 Stephanie应该就这样住下来的 但是她突然想到 自己还和母亲约好了 第二天中午要一起去逛街购物的 如果在朋友家里睡过了头可就不好办了 于是她决定还是要回家去睡觉 在和好友Lisa拥抱道别之后 Stephanie就开着自己橘红色的小车 踏上了回家的路 因为两家的距离只有20分钟的车程 Stephanie又是跑熟了的 所以Lisa对此也并不担心 看见Stephanie的车尾灯消失在夜色当中之后 她也就回屋睡觉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 Lisa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电话那边是Stephanie的母亲 Roberta焦急的声音 原来Stephanie头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回到家 母亲Roberta一直等到现在 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头 才打来了电话询问 在听到Lisa表示 女儿头天晚上就已经往回走的消息之后 Roberta的担忧变成了恐惧 于是她选择了报警 最开始警方觉得 这只是一起年轻女性 因为和父母吵架而离家出走的小事 但是很快的 他们就发现 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就在这天的晚些时候 警方在一条乡间窄路旁边的沟里 发现了Stephanie的车 从车子的状况 警方可以判断 应该是意外冲下道路 栽进了沟里 车子本身在撞击之下 抱了两个轮胎 机械也受损而抛锚了 但是从驾驶位的情况看起来 当时开车的Stephanie 应该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地上的脚印更是显示 在撞车之后 她靠着自己的力量就离开了车子 从沟里爬了出来 并且走回了大路 但是之后 她又去了哪里呢 从地上的脚印看起来 她应该不会是自己走的 唯一的可能就是 被路过的一辆车子给接走了 而这个地点呢 Leigh Stephanie的那个朋友 Lisa家只有五分钟的车程 Leigh Stephanie自己家里 也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 如果接走Stephanie的这个人 真的有心帮忙的话 她绝对不可能到了这个时候 还没有出现的 除非 此时所有人的心里 都有了不好的预感 但是谁都不愿意 把这个担心说出口 于是按照处理失踪人口的标准流程 警方和Stephanie的家人们 在当地的报纸上 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 并且请求人们 提供女孩下落的线索 之后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警方对于Stephanie的下落 却始终没有任何头绪 直到Stephanie失踪之后的第六天 一名男子才联系了警方 她用不安的语气 讲述了最近听到的一个消息 这个人名叫Steven 和自己的姐姐还有姐夫住在一起 她说自己的姐夫Jack Jones 是一个刚失业不久的泳池清理工 前不久呢 Jack还收留了一名叫做Jerry Lee的 17岁离家出走的不良少年 住进了家里 因为两个人都有酗酒 吃药 然后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 到处乱晃的爱好 所以Jack和Jerry两个人 很快的就成为了一天到晚 腻在一起的损友 尤其是在Jack失业之后 这两个人更是经常 整晚整晚的在外面喝酒惹事 而就在两天之前 Jerry用一种克制不住的炫耀的语气 和Steven讲述了在4月3日的凌晨 他和Jack一起绑架 侵犯 然后又杀害了一个女孩的故事 虽然Jerry在讲述的过程当中 满脸的兴奋和激动 但是Steven听过之后 只觉得恶心和作呕 最开始他只觉得 这是Jerry在酒精和药物的影响之下 幻想出来的一个变态故事 但是当他在报纸上看见了 Stephanie失踪的报告之后 Steven就发现 Jerry讲的那个故事 在时间还有地点上 都和Stephanie失踪高度的重合 纠结了一天之后 他选择了报警 在这条线索的指引之下 一天后 在树林当中的一个小水坑里 警方找到了Stephanie 令人惨不忍睹的遗体 之后 警察们赶到了仅仅一英里外的 Jack的家里 把他还有那个叫做Jerry的青年 都逮捕了 之后面对警方的审问 他们都表现得非常配合 详细地讲述了在4月3日凌晨发生的事情 而在对这起罪行进行供述的时候 这两个人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悔恨情绪 反而像是在兴致勃勃地回忆一次愉快的狩猎之旅 4月3日的凌晨 他们刚从一家附近的酒吧狂饮完 正开车赶往下一个地点 然后就看见了站在路边的Stephanie 因为在1982年的时候 还没有手机电话这样方便的通信工具 所以因为车子撞坏 而站在漆黑路边的Stephanie 显得手足无措 见此情景 Jack和Jerry两人互换了一个眼神 就拿定了主意 他们把车停在了Stephanie的身边 说可以帮忙把他送回朋友Lisa的家里 到时候Stephanie就可以用朋友家的电话联系家人了 听信了这两个人的话之后 Stephanie就坐上了他们的车 在这之后 长达五个多小时的人间惨剧 就拉开了帷幕 因为这起最新的具体内容 实在是太过残酷和刺激 我们之后只能做一个大概的讲述 Jack和Jerry两个人 先是把车开进了树林深处 很少有人到达的地方 然后用枪逼迫着 在后座上对Stephanie进行了侵犯 之后他们又把车开到了距离Jack的家 只有一英里远的 一栋千疮百孔已经被废弃的房子外面 在这栋房子里 他们又对Stephanie进行了长时间的折磨 在这期间 他们互相都称呼着对方的外号 但是在天快亮的时候 Jerry不小心叫了Jack的真名 他们意识到Stephanie也听见了 于是就开始小声的商量 要杀人灭口 在听见了这恶魔二人的计划之后 Stephanie一度冲出了房子尝试逃跑 但最后还是被害了 之后这两个人为了阻碍日后可能的警方调查 更是对Stephanie的遗体进行了焚烧和切割 然后把女孩的遗体 扔进了一个充满雨水的大树坑当中 如果不是后来Jerry吹牛露了馅 估计警方就是再过很久 都不可能找到Stephanie的 因为Jack和Jerry分别公诉的犯罪内容 除了在具体是谁开的枪 还有谁又在最后毁坏了遗体上 分别指责了对方 其他的内容和细节基本上都相同 所以警方能够认定 这就是整体事件的真相了 于是他们就用绑架 强奸 还有谋杀的罪名 分别对Jack和Jerry进行了起诉 因为担心犯罪细节会对Stephanie的家人们 产生过大的刺激 导致葬礼都无法顺利的进行 于是警方最开始只是对他们表示Stephanie是死于枪击 但不幸的是 很快的这起案子的细节等相关资料就被泄露给了媒体 几天后Stephanie的父母还有弟弟妹们们 就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 听见了Stephanie生前所遭受的痛苦 这无疑是给这家人伤痕累累的心上再撒了一把盐 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说 消息泄露也让全国范围都知道了这起恶性案件 人们都纷纷的发出了要严惩凶手的呼声 然后在1982年的9月 针对凶手Jack的审判就开始了 但是从审判的第一天开始 Stephanie的父母就意识到了情况的反常 首先就是居然没有人通知他们开庭时间和地点的变更 导致Wincent和Roberta差点就错过了 然后就是Jack的辩护律师向法庭表示 Stephanie的双亲在庭审期间 需要辨认几件从案发现场找到的物品是属于他们女儿的 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们应该算是本案的证人 而按照规定 为了保证证词的客观性 证人是不能在被问话的时间以外进入庭审现场的 所以他们请求整个庭审期间都禁止Wincent和Roberta参与 其实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基本上就能够看得出 辩护律师是在诡辩 但是主持审判的法官居然对这个离谱的提议表示了赞同 所以在之后几天的审判过程当中 Wincent和Roberta除了偶尔被叫到证人席说几句话以外 基本上就都被晾在法庭外面干着急 好在Jack和Jerry两人犯的罪基本上是铁证如山 和他们的口供也是相互印证的 不论辩护律师再怎么神通广大 也无法颠倒黑白 所以最后陪审团还是一致认定 Jack被指控的所有罪名都成立 之后就进入到了量刑的环节 因为这起犯罪非常的恶劣 里面还有不少法律规定的加重情节 所以在当时的马里兰州 这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而在量刑阶段最重要的一环呢 就是受害者陈述 这是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 在法庭上控诉被告犯下的罪行 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并且请求严惩凶手的环节 可以说Wincent和Roberta 之前之所以能够忍气吞声的 陪着把这场闹剧一般的审判进行下去 为的就是这一步 母亲Roberta为此经历了几十个不眠之夜 准备了一份感人置身的稿子 她要让陪审团了解自己被害的女儿的一生 要让他们了解Stephanie究竟是一个多么善良 多么优秀的人 还有她取得的成就 Roberta要让陪审团知道 Stephanie的死对于他们一家人造成的巨大痛苦 哪想到当这名母亲走进法庭 刚刚坐下准备说话的时候 辩护律师居然再次的跳了出来表示反对 她说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受害者和凶手的生命也是平等的 所以陪审团必须在不受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 来决定对被告Jack的良心 而Roberta作为受害者的母亲 满心只想着给女儿报仇 她说的话无疑也只会对陪审团造成不好的影响 这对被告人Jack是不公平的 而且她还只说法律条文上只是说 可以允许受害者家属进行陈述 而不是说必须允许 所以她请求法官阻止Roberta的发言 让她立刻离开法庭 至此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辩护律师所采用的伎俩了 她是在利用不让被害者父母出现在庭审现场 不允许陪审团了解被害者生平这样的手段 把被害的Stephanie在陪审团成员们的心里 变成一个冷冰冰的名字 一个和桌椅板凳没有什么不同的物品 这样子就很可能给凶手Jack争取到轻判了 而比辩护律师的这个伎俩更加恶劣的是 法官居然再次的认可了她的说法 命令Roberta不许说一个字 立刻就离开法庭 之后法庭就变成了辩方的秀场 辩护律师和陪审团详细讲述了Jack不幸的童年 和坎坷的成长经历 还有她在成年之后被酒饮还有药饮折磨的人生 还有如果Jack被判了死刑 会对他的家人们带来的痛苦 之后Jack本人更是在法庭上声泪俱下的 讲述了在案发之后自己有多么后悔 还有她在心灵上遭受的煎熬 面对那个场面 估计如果不知道事情前因后果的人 肯定会误会Stephanie才是凶手吧 在这种情况下 最后的判决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终Jack避免了死刑 法官虽然判了她终身监禁 但是只要她表现良好 那么在服刑11年半之后 就可以申请假释出狱了 几周后在对Jerry的审判当中 面对不同的法官还有陪审团 相同的桥段却再次的上演了 她也得到了相同的判决 可想而知 这两个离谱到家的判决结果 瞬间就点燃了全国人民的怒火 不允许受害者的父母 讲述女儿的死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却去心疼凶手的死 可能会对他的家人们产生的创伤 冠冕堂皇的说 为了不在情绪上影响公平的判决 而不让受害者父母说一个字 却允许凶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 说自己的悲惨历史 然后在短短11年后 就想把这两个人渣放回社会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 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吧 于是很快的 当地居民就组织了一场上千人的游行抗议 而且在那个并没有网络的年代 更是在几天之内就有10万人签署了联名的请愿书 要求对这起案子进行重判 并且要求对那两个法官进行审查 在汹涌的民意冲击下 另一名法官对这起案子进行了重新量刑 Jack和Jerry的最短复兴期都被延长到了23年 至于这两个凶手入狱之后的经历 网络上已经很难找到官方的资料了 在一些关于本案的讨论区里 有网友留言说 这两个人渣在入狱之后 也成为了其他囚犯们的眼中钉 基本上没有过几天消停的日子 再加上亲人们也断绝了和他们的往来 所以Jack最后在监狱当中自杀了 但是具体是哪一年发生的就不得而知了 至于当时年龄比较小的Jerry 现在已经接近60岁的他 也还没有被释放 依然在马里兰州的监狱当中复兴 当然这起案子的影响也并不全是消极的 通过这起事件 人们看清了 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 来保护受害者的权利 那么某些律师甚至是法官 将会利用话术还有逻辑漏洞 做出多么没有下限的事情 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Stephanie的父母 并不想让其他受害者们再经历 和自己相同的遭遇 于是他们成立了Stephanie Roper基金会 致力于维护受害者的人权 包括受害者家人 可以在判决前出庭进行被害者陈述的权利 这个基金会后来发展成了 马里兰州犯罪受害者资源中心 Vincent Roberta把他们的余生 都奉献给了这项事业 最后在马里兰州的带领之下 200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被害者权利法案 保障被害者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的 各项合法权利 之后美国的很多州 更是直接把这项法案 称呼为Stephanie Roper法案 Stephanie曾经就读的大学 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校内的一间画廊 并且用她的名字设立了奖学金 2012年马里兰州通过了法案 宣布每年的4月3日 为犯罪受害者和倡导者纪念日 同时也是纪念Stephanie的日子 同年的10月20日 州长宣布将马里兰州4号公路的一部分 命名为Stephanie Roper高速路 来纪念这个女孩和她令人敬佩的父母 因为有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 才换来了法律的巨大进步 2013年Stephanie的父亲Vincent 因为癌症去世 母亲Roberta依然以受害者中心主席的身份 奋斗在这项事业的第一线 相信有一天 当这家人在天堂里重居的时候 这对父母会非常自豪地和Stephanie说 我的余生都在为你而战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想要看到更多的案件故事和黑暗奇闻 也欢迎您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非常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